多伦多警队的17个分局将配备最新式的强力半自动冲锋枪 这种枪系的火力及性能与加拿大军队在阿富汗所用的冲锋枪差不多 每支枪的成本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 多伦多警方今天通过推特表示 之所以让警察配备这类火力的武器是形势所需 因为现今的案件中 一范都配备了相当好的防护装备 用一般的手枪来对付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因此警方迫不得已提升武器装备的性能 以便警员在处理恶性事件时取得优势并迅速控制局面 警方还表示这种武器比手枪更加准确 也能在更远的距离置敌于死地 多伦多警方表示 加拿大皇家骑警、安省省警以及大多伦多部分地区警队 也有部分警员已经配备上述武器 包括皮尔区、杜兰区、约克区以及滑铁卢警队等等 多伦多警队试验计划将首先在第43、31和51分局进行 过去我们走出校门找份工作遇到另一半 生个孩子、退休、愉快地过一辈子 现在呢您可能移居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 多拿一个学位探寻新地方 愉快地过一辈子 有名的终身富足方案能够配合您 帮助您获得保障和保证 自由自在地活出精彩人生 从现在到退休都安枕无忧 和您的顾问来咨询有名的终身富足方案 感谢观看